红海董事长刘洋伟亲自驾驶自家电动车 载着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上路 红海以代工制造iPhone等苹果产品著称 包办预半数苹果装置生产 近期更开拓全球电动车布局 16日BBC释出25分钟专访影片 BBC首先关注美中两国紧张局势加剧 对红海产线影响 刘洋伟表示公司已着手进行营运持续计划 分散中国产线 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 在西方国家去风险化下 刘洋伟证实有些海外客户推动将产线从中国移出 另外也看好红海电动车发展 认为即使把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EV也将是公司未来数十年的成长动力 被问到美中日益紧张关系 是否会为红海的商业模式带来压力 刘洋伟回应 目前为止还没看到这种情形 但也呼吁两岸维持和平稳定 新唐亚太电视 胡宗翰 唐杰安 整理报道